其实我跟在王玉律要退役前 我们两个已经有讨论过一个事情 就是那段时间他可能伤病比较多 比较严重 包括他的状态不是特别好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一开始是没有什么太多想法 但是因为他因为他当时的膝盖的伤 包括腰伤 确实确实让他不是很舒服 不能很正常的训练 包括比赛中也遇到很大的困难 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就有很深入的沟通了一下 他还是决定就是可能没有办法 就是继续保证这么高强度的训练 最后就是没有再配了 他就退役了 这个决定可能还是通过和教练组的沟通 包括在试的一些配队以后 还是觉得可能晓风 包括晓风他当时也是很具备一个 能够成为顶尖水平的一个 一个具备的这样一个能力吧 还是通过教练和教练组的沟通 包括领导的决定 我们一起有这么一个决定的 我们一起有这么一个决定的 他就已经是我觉得起点很高 然后当然中间遇到一点困难 但其实我觉得这是任何一个年轻运动员 包括我年轻的时候也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一些困难 但是在这么短的时间 他还能把这个问题和困难克服过去 再扭转过来 达到他现在这个样子 我觉得是越来越好 而且会更好 而且我也很经常的跟小黄聊 我说如果换成我是他 我不一定做的由他好 因为他的抗压能力 包括他的一些遇到困难的那种韧劲 我觉得是年轻运动员里面 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一个可以学习的一个点 对 榜样 怕什么呢 丢瓶再来嘛 不要丢瓶越丢越 怕越丢瓶 你丢瓶再来嘛 你丢瓶我想说 陈彦彦你这球不能丢吗 没有对不对 我们再来了是不是 对 我好看 你现在就把这个气停下来 你不要害怕 要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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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自信 你完全具备这个血瓶子 不要自我怀疑 对不对 要自信 你不自信 你脑子你全是疯的迷茫的 是球分打不了的 你占球就害怕 占球就害怕 你就怕碰球 对不对 首先我觉得我跟小冯 我们两个的优势 可能还是会 还是 以老代新的这个优势吧 就可能我在场上 经验会多一些 但是小冯 她可能体现的更多的是 年轻运动员的一个 求胜欲望 还有一种能力 能力上的体现 所以会让我们这对组合 不是那么轻易能被打败的 但是 即便是 因为刚出道的时候 起点可能比较高 但是我们中间的过程 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就是 我觉得还是遇到了 很多很多的困难 并不是像大家看到的 就是 那么容易 因为在这个中间 我们有 有过第一轮 一轮有 有过 输给 可能觉得 不会输的对手 也有过 就是可能跟 觉得 不是非常强劲的对手的时候 有过三局的一些 一些对抗这样的 这些 中间这些过程 我觉得 都是 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会有自我怀疑的过程 包括 有信心 但是又 又 又 又那种 落棋落远的那种感觉吧 在第一个赛点上 范杨杰和 杨洋平 赢得 三次 世界军军 而 今年的赛者 是在 他们的赛者 开门 而且 这就是 范杨杰和 杨洋平 他们的赛者 是在 他们的赛者 这就是 很高的 比赛者 非常高的 暂时还是没有想太多 因为我们两个 的步伐 一直都是想着 脚踏实地 一步一步走好 因为 想得过多 会让我们两个处于一个很焦虑 然后又 又会压力很大的一个状态 因为 确确实实 我们只配合了一年多 如果 我们 因为觉得我们练得比别人辛苦 或者做比别人好 就想要一个好的结果 那是很难的 所以我觉得我跟小峰 我们俩更多的就是 做好每一天 包括像现在的训练 我也会告诉她 做好每一天是最重要的 那 其实我觉得 传授给她的经验 可能更多的就是 告诉她一些 大赛前的一个心态 然后大赛前 该怎么 怎么去训练 这些会比较重 比较多吧 那其他的东西 包括成绩上面 包括 或 目标上面 我们不会去过多的 去考虑 而且 我觉得我们两个 在这一点还是比较默契的 就是还是觉得 做好每一天更最重要 来说 好 好 的 好 我们来说 我先说 有个第五套 哦 好 到这个 来 ね 到这三个 上 结束 是 感谢观看